蜜粉与散粉的区别是什么 都是粉质的化妆品 难道用法不一样 当然蜜粉和散粉虽然都是用来于定妆 但是散粉还是可以用来遮瑕棉布的瑕疵 其功效比蜜粉更上一层楼 那为了让大家彻底的分清蜜粉和散粉的区别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常识 什么是蜜粉 蜜粉又叫定妆粉 一般都是含金系的华氏粉 有吸收面部多余油脂 减少面部油光的作用 可以令妆容跟持久 柔滑细致 柔滑细致并呈现出一种稳浓的美感 尤其适合于日常的生活妆 因此打造完美妆容的时候 更要使妆容精致持久 用蜜粉定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 蜜粉的作用 一 定妆 在上蜜粉时能降妆棉 定妆 扫上蜜粉能够将妆容固定 化妆品不会轻易的移味或者剥落 二 吸油 蜜粉可以吸走面上的油脂 令妆容光泽 可以延长妆容的持久度 三 修饰 当妆容色彩不均或不协调时 蜜粉可以起到修饰功能 什么是散粉 散粉的专业名又叫定妆粉 顾名思义 是彩妆的最后一步 抓好散粉就代表整个妆容完成 它可以完全地调整肤色 调整色彩的浓度 帮助打造自然的妆容 可以防止妆面脱落 散粉还有遮瑕的效果 也可以提亮肤色 让肤色看上去均匀 剔透 蜜粉和散粉的区别 蜜粉和散粉虽是一个意思 但是对散妆的粉是不同的称呼 但效果也不相同 一般蜜粉比较轻薄透 用后妆面显干净 蜜粉比散粉系没有遮瑕功能 但一般都有吸附的功能 而且现在蜜粉的色号多一些 在修正皮肤方面 比粉饼要好一些 散粉是遮瑕用的 也可以用于妆容的生华 而且在用于粉饼之上 进一步定妆的 能使皮肤更通透自然 并且在粗油粗汗化妆后 先用吸油纸吸去多余的油纸 再用散粉补妆效果最佳 再用散粉补妆效果最佳的 再用散粉补妆效果最佳的